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额头 各位我们的额头 他是属火的地方 所以你八字要火的人 其实就跟我一样 把额头稍微的露出来 去吸一些火气 但是假如你是八字寄火的人 你就要刘海把你的额头盖住 最好还戴个帽子 这样子就是可以避免你吸了过多的火 所以额头他的一个五行属火 各位你就要知道 你八字要火 稍微的露额头是没有问题的 你八字寄火 赶快把他遮一遮 这样子对你的一个运势 才会是比较有帮助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